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各位同心請起立 走下去 請坐 各位同心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我叫蓬良華 我這個蓬 我現在 就是三點水一個番 我是住在水邊的番 因為 我的祖先 我是平埔族原住民 是屬南部的馬卡道族 就是高冰地區 那麼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有這個族 其實我們台灣 變無族 也有10族 這個可能沒有 這個版本沒有話要說那個東西 那麼 我們北部 宜蘭那裡有 客馬蘭族 那是北部族的 台北噴地這裡 有凱達格蘭族 所以現在的 先前陣府的頭前那條路 旁邊的時候 改造 凱達格蘭大道 那麼 社長在做高雄市長的時候 也有把我們馬卡道族 開一條路 剛才在鐵機路邊 鐵機路上面都有路 新開的這邊這條 叫做馬卡道路 那你如果這幾個 這個道路 你如果記不下去 我告訴你 你絕對記得很清楚 就是 馬英九 卡在平礁道 那如果火車來怎麼辦 所以這樣你就記得 這個馬卡道路 OK 那麼 其實 像台南 它就熟西拉雅族 平埔族 平埔族最大的 就是西拉雅族 你又包括 那個摩拉克風災 爸爸風災 妹村那個小林村 它也熟西拉雅族的 這個姿主和這大滿族 有台師很多人去了 春五十幾個月而已 原來小林村 有那個拼捕業績 就有牽劇 牽曲 牽手在唱歌跳舞 和這牽劇 它也有紅衣 就是祭師就對了 還有那個習俗 很可惜 妹村之後很多 原來每一年都有班 現在就可能 沒有那些人可以班 那麼 今天我說的題目 我還要跟大家說一下 你不要看不去邊 不足的人 或者高山族 高砂族的 其實我們台灣人 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大家會裡面 都有平埔族 還是高砂族的基因 尤其平埔族 很好人的 就是說 你把你的手 緩起來 稍微緩 你的這個地方 如果有一條順的 都平埔族 或者是你的腳趾最小的那個 邊邊那個 裂開的 那個也是平埔族 或者是皮膚像我這樣 沒有黑人那麼黑 也沒有白人那麼白 大概烤六分熟的這個 標準的絕對是 OK 所以你不要 自稱為我是漢人 因為我們都是被教育錯誤的 被國民黨來教育我們說 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因為我們的祖先 都是從中國大陸來的 因為你們都拜關公 拜媽祖 這個錯的 如果說拜關公跟拜媽祖 就是中國人 那麼如果你信佛教的 那你應該是印度人 是這樣嗎 或者是西藏人 或者你信耶穌的 都是以色列人嗎 不是這樣子 所以不能說你拜哪一個 宗教哪些人 你就說是中國人 OK 那我們要先認清我們自己 我們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的台灣人 大日本的琉球人 大日本的北海道人 我們是大日本的台灣人 那很奇怪 我阿公 我阿嬤 都是日本人 我爸爸媽媽也是日本人 奇怪怎麼生下 我變成中國人 你們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我們是被逼的 在舊金山合約生效 1952年 4月28號生效那一天 美國的主導之下 要求日本跟中華民國簽 台北和平條約 簡稱日華合約 那時候裡面的條文是說 把遺留在台灣的這些日本的臣民 似同中華民國國民 只是似同 你聽看看 似同就不是的意思 只是有點像 把你當做人看 馬英九說的 我把你們當人看 也就好像說 一隻猴子 你給牠穿上西裝 牽著牠的手 就要去附贈私物的手 登記入戶口民部 其實牠也不是人 其實我們不是 中華民國的國民 我們只是暫時被嗜同 那我們潛在的國籍 還是日本國籍 只是因為日本天皇戰敗 它的權限 還有我們的國籍被懸置 OK 好 我今天要講 我要講這些主題 因為我剛剛在看調查的時候 很多高砂民主舉手 所以我想用 用北京話來講 OK 那不聽話 OK 水跟農業的關係 沒有水 大概就沒有農業 因為生命的三大要素 就是陽光 空氣 水 如果在農業上 還要加個土狼 因為沒有土狼 所有的植物動物都沒有辦法 在上面立根基 那水 在農業用水 水是佔所有的用水裡面 佔了大概百分之七十 所以農業用水是很浩大的 那我們要關心農業 為什麼 因為我們每天三餐所吃的 都是農業生產出來的東西 然後再經過加工 那到底我們吃了 這個有沒有農業殘留 或者營養分夠不夠 這都關乎農業 你做得好不好 那麼為什麼現在台灣 醫院越蓋越大間 急診室都是滿滿的 經常找不到床位 所以我們是在病床 跟農業也有很大關係 那我們現在台灣人 在全世界洗腎排第一名 這也跟我們的農業有關係 農民如果濫用農藥 或者是 那個我們 像我們台灣的環境荷蒙 有很多化學品 因為我們台灣都是輸出導向 外銷導向 我們都是想外銷東西來賺外國人的錢 但是 我們犧牲了我們的環境 因為我們 國外人他們不生產的東西 會有污染的 都移到台灣來生產 那中華民國這個政府 因為它是過客政府 他把台灣當作客居之地 他不要擁有 永久在這裡 所以他不會愛惜這一塊的土地 所以他都叫我們拼經濟 拼經濟 然後把拼經濟的成果 我們繳稅金 去養他們 我常在講一個故事 我說我爸爸媽媽 我小時候看他們都養豬 都在自己的 我們村莊 在我們家旁邊就養豬 有豬舍 可是這個豬 大概養兩百天 七個月 就可以賣 或者殺來吃 可是蔣介石 1949年 他從中國引進一百多萬條豬來 讓我們養到現在 養了68年 還不能殺來吃 我們都在一直交稅金 給他吃給他吃 給他貪污有沒有 所以農業 我們要 注重 以後我們台灣民政府如果執政 農業我們今天要走 有機農業 精知農業 我們要跟日本 大日本 在農業上有好好的配合 因為日本是韓代國家 它生產韓代的蔬果 那我們是屬於比較熱帶的國家 我們生產熱帶的蔬果給他們 外銷 不是外銷是輸出到我們日本的母國去 日本的生活水準高 我們高單價的蔬果 他們買得起 那你如果往西 他們那些窮得要死 看起來 沿海的都市是比較富有的 沒錯 可是他們要買我們的蔬果 他買不起 那麼 農業這個 水稻田會用到很多水 因為水稻 它就是水生植物 所以剛開始的幼苗 一定要用很多的水 那水資源我們要好好去保護 為什麼 因為 第二次世界大戰可以說是因為石油而戰爭 我們日本母國會戰敗也因為沒有石油 所以很多航空器 或者是船艦 或者是一些戰車 沒有油就動不了 因為被美國切斷了 原來從 南太平洋那邊 那些國家 印尼 馬來西亞 那邊 一些油沒有辦法運到母國去煉 好 那這些雜草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作用 其實它有水土保持的作用 這是 原來是上帝設計雜草就是要做水土保持用的 那 台灣因為耕作 農民都沒有錢賺 所以很多都政府鼓勵修耕 他們就種這些非洲菊 來就是美化地表 做地備植物景觀植物 這些雜草其實 早期那個雜草機還沒有發明的時候 通通要用人工去雜草 很費工 很浪費人力 所以我爸爸媽媽他們那一代的看到雜草 就像看到那個仇人一樣 欲去之而快 那麼 現在不一樣 現在是鼓勵農民 你種水果你要用草生栽培 那個水果既健康又好吃 又可以省一些農藥 那麼莫拉克風災的時候 大概兩天 把我們台灣一年的降雨量都降在高坪地區 所以山上的那個樹木都承受不了 那些飽和的泥土的水分 所以就崩塌 很多崩塌地 這裡看到一條一條那個白白的 那都是崩塌地 那麼 水現在都是極端的氣候 有時候集中在幾天內把一年的雨量降下來 那有時候乾旱 五六個月都沒有下雨 像我屏東地區 估計有四個半夜都沒有下大雨 那個毛毛營 滴到標土都乾掉了 就會極端驅養 造成的有一些作物會欠收 所以也有說 下一次的戰爭是 第一個就是為了糧食戰爭 第二個就是為了水資源而戰爭 水原來都是免費的 可是因為經過加工包裝以後 運輸的成本 所以才要錢 你說河裡面的水 有 你去咬那個河裡面的水 有人跟你收錢嗎 沒有嘛 海裡面的魚也都不用錢 你自己去抓都不用錢 只是現在漁民他們要出去抓那些魚 他要買一艘船 還要買王子 還要請漁民 還要加油出去補魚回來 那是那些加上工錢 只是工錢 上帝沒有跟你要那些魚的錢 好 這個是山上崩塌的地方 你看這個樹的樹根 這個大概有十二米高 三四樓層的那個深 這渣根渣在那麼深 在保護山上的那個土石 那麼會有土石流是因為 第一個就是 宋主義在做生長的時候 要我們要給一塊 他那個 人民如果要求他開山路 產業道路 山上到處開產業道路 然後把那些土 都是往那個山谷裡面丟棄 沒有好好處理 然後又經過九一大地震 那那個 產業道路一開 農民就去種果樹 種茶葉 種高山高冷蔬菜 造成山上過度開墾 沒有大樹 沒有像這種大樹的樹根雜根 那日本人當初來台灣 他們發現我們高山上有很多高經濟的檜木 然後他們就取那些檜木 因為日本人很喜歡住木造的房子 那時候還沒有發明冷氣 木造的房屋地通風又透氣 然後冬暖夏涼 但是日本人來取我們的檜木 他是從腰部這個地方切斷裡用 那個樹根樹頭都還留著 還有旁邊再開始種一些小苗 然後那個樹頭它還會繼續 長新的那個枝條出來 就是二代木 二代木長到有過粗 還可以砍掉 又長出來那個三代木 所以你會聽到有二代木三代木這個名稱 但是中國國民黨這個外來政權 流亡政權來台灣以後 他不只砍逼日本人砍了更多 去賺外匯 那些外匯都是他們自己留著用 然後又把那個樹頭挖起來 做屏風或者做那個泡茶粥 你看 然後又沒有捕中小苗 就放任這樣子 然後你看 以前沒有聽到土石流 以前剛剛那個崩塌地那個地方 只要下雨 要下 連續下很大的雨 下一個禮拜 那個水才會流到我們村莊旁邊的溪流 才會出來 而且那時候水出來還滿乾淨的 只是有點那邊 還有點藍 水藍色 可是現在一下雨 兩個三個小時 山上的雨就衝到我們村莊了 都是非常混濁 泥流滾滾 所以以前沒有聽到 我小時候或者20年前大概都還沒聽到什麼土石流 最近幾十來年 每下代就擔心土石流的事情發生 那就是水土 山上水土保證沒有做好 你看原住民以前 我們高砂的弟兄們他們 千百年來 他們在管理他們那個領域 都管得很好 沒聽說什麼土石流 高砂原住民他們有分享的傳統 就是他們捕到一隻山豬 一家人出不來 他就請鄰居通通來一起來吃 叫做幫食 幫忙吃 國民黨來 我發現這些人他們是共產主義啊 有些頭目就被抓去關了 很冤枉 你沒有冰箱以前哪有冰箱 吃不完放著爛掉壞掉 可是國民黨就是 很會安那個罪名給你 好 以色列是一個 我們很尊敬的一個國家 跟我們的處境很類似 它旁邊有一些回教國家 這個流氓國家 環視在它的市中 那我們台灣一樣小小的一塊地 旁邊有一個大流氓 叫阿共 台語叫阿共 那你看以色列他們要在 那麼艱困的環境 它是沙漠地區喔 而且它的水源 只有靠65%是靠 加利利湖供應 缺了35%要怎麼辦 他們就發明了那個 海水氮化技術 所以他們海水氮化技術是 世界第一名 但是也只能供應25% 那還缺10%怎麼辦 他們還從那些用過的水 再重新回收 再過濾 再利用 所以雖然他們是沙漠地區 他們的水還是剛好夠用 所以他們在農業 他們也要吃飯 也要生產農作物 也要生產番茄 紅龍果 一些植物 蔬菜 你看像這個 它就設計電腦控制的滴灌系統 來控制 只滴給這個植物的根部 它一天要喝多少滴水 由電腦控制給它 只過它 剛好過這個植物生長用 其他地方都乾的 所以你看其他乾的地方也不會長雜草 你也不用噴農藥 那個粗草劑 所以生產出來的 就比較不會有農藥殘留的問題 OK 你看它這麼省水 而且 以色列他們水很貴喔 他們一度水 一度水就是一立方米 要40塊 和40塊台幣 那我們台灣一度水是10塊錢台幣 可是我們台灣是被聯合國認定為是 全世界第18位缺水的國家 雖然我們的年降雨率有 2150mm 以色列一年才降200mm 一年喔 那我們一年是它的 大概11倍 然後以色列他們控制水分 水很嚴重 就是說你不可以洗車 以色列人不可以洗車喔 洗車是違法 會被開罰單 所以他們都是用雞毛清清清的 那我們這邊 好像很浪費的在用水 然後你看 上個月還在準備要什麼 已經上個月實施第一期限水措施 有沒有 還好最近下雨了 OK 已經解除了 所以我們是經常在水荒之中 在旱災之中 我們要學以色列 OK 好 糧食與國家的安全有什麼關係 大家現在好像 吃東西很富足嘛 只要花錢買都有 可是我們要想到 目前我們台灣很危險 因為我們目前的糧食自舉率 只有32%到34% 如果說 喝泥當豐收 是自舉率可以到34% 如果 欠收的時候 只有32% 那其他的68% 通通要進口 那台灣又是一個海島國家 旁邊又有一個流氓的阿強啊 他如果用封鎖 海上封鎖 一些商船 他不敢到這個危險的地區來 那個冰險的保險費用要付很貴 而且有可能噴到水雷一炸就炸沉掉了 生命跟財產都會受到威脅 所以 像蔣介石當初來台灣 他很通運共產黨 所以一直想要叫我們 跟他一起反攻大陸 他說 一年準備 兩年就成功 三年掃蕩 一年準備 兩年反攻 三年掃蕩 五年成功 我那時候 小學還有初衷的時候 這個背得還滿順 到現在還記得起來 我一直在等他什麼時候要叫我去反攻 都沒有 都敢騙 好 但是他那時候來 他有那個占備糧的那個觀念 所以很多糧食我們 我爸爸媽媽種的那個稻米 稻米曬乾乾的 焦去給農會 然後縮腳 他們去放在倉庫裡面當占備糧 然後 所謂占備糧就是 把那些東西放到差不多要過期 差不多要壞了 然後再拿出來給阿兵哥吃 那個叫做占備糧 每次都是把新的 新割起來很好吃的 他不吃 不給我們吃 放到那個倉庫裡面 放到差不多過期快要壞了 拿出來 我說我們當阿兵哥的時候 我當兵的時候 那時候還缺糧 還跟泰國買那個泰國米 來給我們 那時候我當兵的時候吃那個 所謂197475年那段時間 我還印象很深 那時候我們用鋁網磚 那個泰國米煮起來 不會像我們在那個鳳萊米QQ的 它是一顆一顆的 那個 好像在倒沙子 可以聽到那個 撞到那個鋁網的聲音 很難吃 對不對 所以 你看那個中國的 他們所謂的五千年歷史 其實大概只有三千年 有文字紀錄的大概只有三千年 他們的中國的歷史就是戰亂史 都是在戰亂 很少有成平時期 其實會戰亂都是因為糧食缺糧 都是飢荒 那機民就變盜匪 然後結成一個部隊這樣 然後把那個政權 當時的政權給拉下來 那如果說我們台灣被封鎖 我們戰被糧大概只能撐六個月 六個月沒有糧食可以吃 你看我們可能就是 自己生產的沒有外來 只有百分之三十二 大概本來一天可以吃餐餐的 我們現在一天只能吃一餐 那怎麼打仗 那就很危險 那現在農地 因為 做農夫 不會賺錢 這是虧錢 台語叫做做漆 越做越漆 本來一塊這麼大塊 兩三塊 越做越... 越不會越興 興建人 做到全部沒土地 所以 既然不會賺錢 乾脆租給人家去 弄太陽能板去發電 賣給台電 種電 然後旁邊 種稻米 划不來 就 租人家去 挖魚塘 養那個 泰國蝦 或者無鍋魚 好 如果真的 我們被封鎖 戰爭 沒有糧食 這個可以拆下來吃嗎 很硬耶 我咬不下去 好 這個農地 飛耕 你看很快就長出這個橋木 那旁邊這些 小橋木 如果一通通長出來 這裡 在三五年就變成森林 等如果說我們被封鎖 好 要重新種 哇 變森林了要怎麼種 還要請怪手 來把這些樹 挖開 重新要耕田 那工程就很浩大 那請怪手都很貴 那農民要不要 有沒有那個錢去請怪手 來重新復更 好 這個也很諷刺啊 山上在砍樹木 平地在種 在造林 電腦組的弟兄 那個 前面的燈給他關掉 比較沒有光害 這樣看應該比較清楚 好 OK 這很諷刺吧 這良田耶 好 那農業與環保 你看這三個人 他們在噴農藥 像無敵鐵金剛 都沒有防護罩 都沒有戴口罩 沒有戴那個防毒面具 他們是直接受害者 那如果他這個用藥 沒有在安全期 你看他這個 稻子已經抽稅 準備要保稅 要抖下 那個彎下來了 這個在不多久就要收割了 那如果他不是用的藥 比如說他用的藥 不是短期的藥 是比較長期的 那這些稻米收割以後 就有農藥殘留的問題 那不可能每一批 每一個田農政單位 都去驗他的農藥殘留 所以 很有可能我們就 會吃到有 農藥殘留的稻米 還有你注意看 後面這一片 顏色不太對勁 那可能有得病了 現在台灣有一個狀況 像這種有噴農藥的農耕法 叫做 已經叫做冠型農法 都是大家習慣噴藥 你不噴 好比說我要做有機的 我旁邊通通他們在噴藥 噴了藥以後 所有從沒有被噴死的 通通飛到我這裡 就把我的那個 像我種的菜 通通吃光光 我也沒有收 所以到後來 我也會放棄說 那我也要噴藥 你噴我也噴 大家來噴 看誰噴酥啊 所以就 我們用農藥的那個量 也是排前茅的 我們一年每一個人都吃了 大概9.3公斤的農藥 不是吃啦 是平均用量 我要吃9公斤的四 平均用量 大概只輸那個 中國 中國 中國黑心食品太多了 所以因為他們噴農藥 空氣中就曝露很多 這個環境荷蒙 包括一些化學工廠 他們生產一些塑膠的東西 都要添加 或者是高科技的那個電腦業 他們生產什麼零件 零組件 都要用到一些化學藥品 那廢話在空氣中 我們都吸入了 所以很多病 莫名其妙 台灣人都會得病 都是從空氣中呼吸 你就受害了 好 這個海梨 海梨 海梨 我買回來 我就第一天吃 吃剩的就放著 我看報紙把它蓋住 忘記了 就忘記說我還要海梨 三天後翻開看到 哇 有一顆已經在發霉 這三天就壞了 OK 這個橘子我買回來也一樣吃 然後也是被抱子蓋住 蓋了一個禮拜才又被我翻到 我現在 現在記憶好像不太好 經常發生這個事情 一個禮拜它還沒壞 上次那個三天就壞了 這個怎麼一個禮拜沒有壞 那我就說好 我觀察你 看你什麼時候才要壞 各位 幾天才壞你們知道嗎 到三十天還不會壞 夭壽喔 今天不知道怎麼動呢 不知道有多毒的農藥 結果他們是從地頭這邊 有點那個藥進去 形成一個防護罩 所有的蟲 菌 都不敢靠近去給它分解 所以你看如果我們吃到這種水果 會健康嗎 那請問我們要吃那個三天就壞的橘子 還是要吃這個三十天不會壞的 三天就壞的喔 好 你們講的喔 以後買橘子回來要先放著看三天壞的才開始吃喔 好 那妳看 這個鄉下那個別墅蓋得這麼漂亮 那妳不要以為喔 農民都很有錢蓋這麼漂亮的畫質 錯 這是十幾年前那個 政府開放農地自由買賣以後 很多都市人 像這個就在我們村莊旁邊 這個是高雄市的都市的赫亞郎 他到鄉下買個2.25公頃 等台灣兩分半 你給他放個兩年 你就可以蓋農舍 合法的農舍 他只規定你 你買了以後不能馬上蓋 一定要放兩年以後你才可以蓋 他意思是要抑制炒作 其實喝了兩年人家就蓋起來 這個就變成他們都市人的 像後花園 假日度假的地方 假日就帶他們的親戚朋友來這邊烤肉 那一般的農民還是苦哈哈 那那個我就沒有拍了 好 那我們來檢查說 中華民國流亡軍政府 他們來到台灣 他用了哪幾招 就把我們台灣人壓制的服服貼貼 第一個 他利用1947年的 2月28號 228事變 事件 屠殺 差不多3萬台灣人的精英 這3萬台灣人的精英 都是當地的士生 都是大地主 有錢人 這些 士生 這些精英 是日本政府 花了50年 才訓練出來的 結果 被蔣介石有計畫的 屠殺掉 他說到每個鄉鎮市 去搜捕這些精英 因為精英它是可以領導 地方的抗暴 然後跟其他的縣市 可以聯合起來一起抗暴 先把精英 領導人都殺掉了 然後 再把台灣的經濟 金融都搞垮 他把台灣的 糖 油 米 鹽 以前日本 在台灣 讓台灣一年可以刪除 因為他 做了一些 像八田羽衣在台南做了 烏山頭水庫這些 讓台灣變成一個米倉 就是因為日本拿到台灣以後 然後把台灣變成米倉 可以供應 大日本帝國的軍國主義的 那些軍隊的糧食 因為你要發動戰爭 三軍未動 糧草要先行 你如果沒有 付出的那個 糧食的後勤補給 你不敢發動戰爭 因為你部隊出去 沒飯吃 大家軟腳 不用那少錢 所以他 先把我們台灣的 軍紀民生 就是把台灣的那些 油鹽 米 通通運到中國大陸去 盜賣 一部分去支援他們 國公內戰 那一部分是他們 中保私囊 去把它 賣到黑市裡面 因為中國那邊也很缺糧食 因為他們都在戰亂嘛 所以缺糧 然後 搞搞我們的金融 他一直印錢 一直印錢 一直印錢 用紙 跟你換實際的東西 換你的米 換你的那個 你養的豬 用紙 就好像我們那個 拜拜他們 那些用的紙 一樣 印那個紙跟你換的意思 你看多便宜啊 紙很便宜啊 只是印個 像錢一樣 就跟你換 你所有的東西 所以台灣人 都只收到一些紙 然後那些紙到回來 我們收了很多 然後他就用 四萬塊換一塊 有沒有 四萬元一塊 你當初如果說 很有錢 大富翁有四千萬 四萬塊換一塊的時候 你只剩下一千塊 那這些有錢人 他也沒錢 邀喝說 大家一起來抗暴 他也沒錢啊 好 那大地主 他把他變成小地主 怎麼變 他用什麼耕者有齊田啊 或者三七五檢豬 有沒有 那 他的土地改革政策 為什麼不在他們中國 那邊去實施啊 因為他在那邊實施 當地的人會跟他反抗 那跑來這邊 跟他反抗 還是他自己的人都會跟他反抗 來到這邊 哇我是佔領者 你是被我們佔領的 我們台灣人也沒有武器 而且這個土地也不是他的 不是他的 他愛怎麼畫 怎麼分割 都可以啊 所以把台灣的大地主 都變成小地主 這些大地主 都是當地的 有頭有臉的士生 當地的頭人 也是可以領導人抗暴的 你看 把這三個人才 錢 還有 地方的士生 通通消滅掉了 有的不一定說殺頭 變成沒有錢 你就沒有辦法跟他抗暴了 再來 接下來就是 三十八年的戒嚴 這些白色恐怖 你如果不聽話 或者是發表一些不合他們的言論 就抓去綠島關 去那邊唱綠島小樂曲 而且如果說你是有言論不當的人被紀錄了以後 你的小孩子畢業以後要去就業 一身家調查 這個是屬於 就像中國他們說的 黑無類 你可能就不會被錄取了 好 再來就是敵性反轉 身分錯亂的育民教育 為什麼叫敵性反轉 當初我們是大日本帝國的台灣人 是跟中國在打仗的 是敵對的 可是 1945年 麥克阿瑟的9月2號的第一號命令 我們日本投降 正式投降 簽投降書 然後第二號命令 委託蔣介石喔 注意聽喔 只有委託蔣介石沒有中華民國 只是他個人的名義 叫蔣介石的部隊 來台灣接受 我們日本兵 那時候的 那些繳械 還有投降這個儀式 然後他就說 台灣同胞 都回歸 中華民國這個祖國 我們本來是戰敗國 日本的戰敗國的人民 他現在跟我們說 我們是已經跟他們在一起 是回歸祖國 變成戰勝國的人民 所以很多人就 被這個思想混亂了 就說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就從這裡開始 所以就變成說 為什麼我們現在 百分之在台灣 百分之85的台灣人民 會選輸百分之不到15的中國人 奇怪齁 照講我們的選票應該 至少拿八成 怎麼會只有拿到四成七 四成九這樣 都會輸那個幾趴 就是很多人 他的身份都變成中國人了 他用這種育民的教育 來把我們台灣人都交成中國人 而且像我記得我小時候的作業部後面 都講說一句話 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有沒有 做中國人的都是抬頭挺胸 如果做台灣人好像歪歪斜斜的 是這樣嗎 這就是用教育來洗我們腦 所以我們各位同心今天來這裡 就是要把我們頭腦裡面 這六十幾年來 中國黨的那個黨國交易的那些垃圾 我們要把它清出去 好 再來他用假的民主選舉 這個民主選舉也是被那個 美國要求壓迫下 他才開始開放民主選舉 以前選總統哪可能讓我們直接民選 都是代議制的嘛 以前都是老國代那些老孔孔 七八十歲八九十歲的老國代 他們在決定我們台灣的前途 像我們這個所謂中山高第一高速公路 本來美國跟我們設計是 去六線道回來也是六線道 結果那些老國代說哪有那麼多車子 給台灣人開 所以就變成兩線道兩線道 你看開放沒五年就滿了嘛 那就是那些老國代根本無心 也沒有那個知識嘛 我這一次去美國 哇 發現他們都是真的是 一邊是六線道 兩邊就是十六線道 速度都非常快 好 那他用假的民主選舉就是說 第一個 他有黨產 然後他有 用那個黑道來買票 白道也買票 白道就是用那個軍公教來綁他們的福利 所以軍公教的福利都特別好 這些都是變成他的鐵票 那些黑道的他就 只要你聽我的話 我就讓你去開那些八大行業 那些 爭一隻眼 閉一隻眼 只要你到時候選舉的時候 你要幫我兜一些選票出來 那等於說 我們台灣人跟他選舉等於說 要跑一百公尺 國民黨已經在五十公尺前 準備起跑 那你怎麼追得足夠他 那是一個不公平的選舉 他已經堆疊了很多資金 黑道 或者是軍公教的福利 從這張圖我們看 奉令以四萬元比一元折成新台幣 之前這個四萬元是舊台幣 從這裡看 可以知道中華民國沒有台灣的主權 為什麼 如果他要換新的幣制 他為什麼不換成中華幣呢 為什麼還要用新台幣 因為每一個國家都有國幣 美國有美金 英國有英鎊 法國有法郎 日本有日元 你中華民國為什麼不發中華幣呢 為什麼只是改新台幣 這個奉令是一個行政命令 沒有法源 好 來看這個外來種的植物 這些植物 對台灣 對台灣 尤其 番組跟番石流 救了很多台灣人 因為當時二次世界大戰 台灣被美軍轟炸 而且 很多電力設施都受損 而且 很多那個 蔣介石他們部隊一來 把台灣的一些 那個 水電設施 像馬達這一類的 都拆掉 去倒賣 有些 拆到中國大陸去了 所以一些灌溉設施都 都壞掉了 所以沒有水可以灌溉的情況下 水到沒有辦法生產 那正好這兩個東西 比較耐旱 它只有初期幼苗的時候需要一些水 等長大以後它就比較不缺 所以就可以 種出來 所以 我小時候都還吃很多地瓜 還有地瓜籤 那個 刷籤 小時候 我要吃一頓白米飯 很困難 只有親戚朋友來的時候 我 爸爸媽媽他們才會殺自己養的雞 或者鴨 鵝 然後白米飯 結果鋪在上面 下面還是 含雞籤 可是都是客人先吃啊 他們把白飯都 我爸爸媽媽都咬白飯給那邊吃 輪到我們吃的時候又是含雞籤嘛 還是吃不到 那妳看這個外來的東西 妳注意看喔 這個是翻石流 這個叫蕃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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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蕃茄 這個叫蕃茄 這個叫蕃茄 外面來的都蕃耶 我本地蕃怎麼叫蕃 也不對齁 所以他們在中國來的那些男民齁 他們還是叫做蕃 這個蕃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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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六七年以前 我有自己 農家庭 朋友給我 新的品種 我種蕃茄茄 很好吃 我就跟我們爸爸說 把我煮蕃茄飯給你吃好不好 好 所以蕃茄 不不不 以前吃很多 賤茄吃很多 因為我爸爸吃得怕得到 我也怕得到 結果我想說 我記得有錢 不然我煮 我煮比較 蕃茄的是頭蕃一兩塊 頭蕃幾塊在他的白飯裡面 他一吃到 喔 這個地瓜變得這麼好吃 過一個禮拜他自己騎腳踏車 就騎到我的果園那邊去 你那個地瓜的種在哪裡 我把幾條那個枝條 他自己要種 因為我鼓勵我爸爸 在我村莊旁邊還有一塊地 大概四五十坪 他自己在那邊種菜 種有機的沒有噴料的 讓他活動活動筋骨 你看 你看 他那個 觀念還停留在以前 吃蕃茄牆 我說那個蕃茄牆還是 被蟲住過的 很臭 很難吃 所以他吃到怕到了 OK 好這台 浦佑馬號 就是去年 從基隆港進來 這個浦佑馬號有人說那個 浦龍共河 不知道怎麼寫給 阿扁的時候他是叫什麼 阿扁那個花蓮那個叫 那個火車叫什麼號 泰魯閣號 泰魯閣號 泰魯閣號他每一節車廂 才五千萬台幣 那蕃茄馬號就要一億多元 為什麼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你如果說那個 泰魯閣號那麼好 就一樣的話 需要增加的話 再多買幾個車廂就好 他就重新改個名字 重新稍微變更設計一下 他把它改成浦佑馬號 然後稍微變更一下設計外型什麼的 還變更到 那鐵軌的寬度多大 月台跟鐵軌的相關位置都固定了 竟然一下基隆港 就撞到這個月台 然後還要請人家用電鑽把月台拆掉 才可以開出來 你看有沒有浦龍共 而且還多花五千萬 有沒有 那多 他變更的名字 就可以變成一億多 那多出來的錢 就是他們官商要分的 台灣 很多就是這樣被貪圖走 我們辛辛苦苦繳 繳出去的稅金 他們沒有好好的給我們利用 這個你看 這個是跟日本買的 我們那個網友已經給他取個名字叫做 紅麵翻鴨 因為這個也是外來的 剛剛我們看的都是 寒幾 翻俗 翻石流 外來的通通翻 所以這一支我們也給他取名字叫做 紅麵翻鴨 好 OK 還有有一個問題 像我們當兵 那個 中國的那個老兵 我們都叫他 老司官長嘛 又台語說老蝦 有沒有 其實這個也講錯了 蝦是我們在地生產的 番薯才是從外面來的 可是我們都說他們老蝦 我們寒雞 應該叫他們寒雞 我們是蝦 我們是本地老蝦 有沒有 觀念要改一下吧 他們是外來的嘛 他們是難民 逃難來這裡 從外國逃難到台灣 應該叫番嘛 那我們是本地的 因為很多人說蝦仔寒雞搞不清楚 因為蝦仔跟寒雞 通通是長在地下的 所以他們應該是叫做 寒雞啊 新的東西 外來的 那麼我們是老蝦 不要 就不要捲尾鷹喔 台語裡面捲尾鷹 就是青色的味道 像有人說我拔薄 有沒有 老尾鷹 那客家人應該說 客人就是 客人啊 客人啊 那個鷹尾鷹就是 比人家比較小 比人家比較小就對了 你看 我們在塞鷹 鷹鷹很大 鷹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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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鷹就比較小 鷹就比較大 塞鷹就比較大 鷹鷹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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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說話 你車都沒有鷹鷹 都沒有鷹鷹 這怪怪喔 你車都沒有鷹鷹 你車子都沒有在鷹 沒有台語的 你車都沒有鷹鷹 馬鈺倒退路 來 倒鷹鷹 有鷹鷹鷹 你車都沒有鷹鷹 有啊 我還要倒鷹 要鷹鷹鷹 還有一個朋友 我國小畢業 那時候 很多我們家鄉 都很窮 大部分國小畢業 就去當學徒 那我一個同學 他就去開那個 拼裝車的三輪車 很小就開拼裝車 三輪車 然後有一次我們村莊 有的那個 車子 陷在那個 泥土裡面 開不出來 弄了一兩個小時 弄不出來 他正好回來 看到 看他們弄的 滿身大汗還沒有弄出來 閃開閃開 我來就好了 說 鷹車我專門的 意思說他很有經驗 不然我就聽到怪怪的 叼車他專門 不就是塞塞那條 不然我也很厲害 在那個基德基 連的那台車 那台車就被開上來了 所以這局也矛盾矛盾 叼車我專門的 聽到他講他很厲害 你把他倒閉 想到 你塞車有夠量 說不是在叼車 所以他很有經驗 然後 另外這個主題 我在介紹 美化 綠美化植物 和果樹介紹 第一個介紹是 佳寶果 佳寶果有很多人 聽不懂 你說樹葡萄 秋葡萄的 就比較多的人知道 很好種 你種一排 他就真的長一排 長得差不多一樣高 一樣胖 這個是被莫寶果風呆 吹歪掉的 這是換了新的葉子 很翠綠 這個是挖上盆準備要賣的 那現在樹葡萄 有新的品種 這個大的品種 目前大部分都是這個小品種 這個結果的 大概五塊錢 到十塊錢的那個 台幣的銅板 那麼大 但是這個 大概五十塊銅板 還要大 但是我已經種了快七年了 還沒有結果 好 這是目前的 大部分的品種 都這個品種 那開了花 從根部就開始開花 開到末端 開了花很香 但是 我當初第一批種 種三百多顆 它同時開花的時候 剛開始我那天早上睡覺 好香 越來越開越多 哇 香到那個濃度 香到變臭的 旁邊會炒 旁邊會燉 等那個香花 濃度太高 開得太多 他們也很奇怪 他們說開花都一起開 他不知道怎麼通信的 他都有距離 他是桃金良科 跟芭樂同科 跟蓮霧也是同科 所以你看他的花 跟芭樂花很像 跟蓮霧的花很像 只是比較小一點 他是稀有的 從樹幹長出來的幹生果 大部分的水果 像荔枝 都是長在末端 爽牙也是長在末端 但是他是從樹幹長出來 開花 就是他的快要成熟 他開始要變黑了 就是表示快要成熟 然後他這個跟 你看他的樹幹 樹幹跟芭樂一樣 芭樂樹幹也會脫皮 他也是會脫皮 這是大概三代同堂 有含苞的 有開花的 有綠果 有熟果 這個 成熟的時候 第一次我第一次採 還不熟悉 看黑了就以為好吃 就再來吃 還比較酸 因為他的果糖還沒有轉 果酸還沒有轉化成果糖 所以比較酸 而且有很濃厚的芭樂味 他這個 葉子 只有 像大拇指這麼大 可是你把它摘下來揉一揉 你去聞 是芭樂的味道 有芭樂的香味 所以那時候 有六家電視來採訪 我就跟他說 別人在種 種芭樂生的菜瓜 我種芭樂生的葡萄 因為這葉子 味道是 芭樂的味道 你看這個樹幹 它也會脫皮 這個是樹幹在脫皮 這個 這棵樹滿大的 這是上半段 你看它從根部就開始長了 從地上就開始一直長上去 它是從上半度拍下來 有像葡萄 只是它是 葡萄是一串 它是一顆一根黏在樹幹上 所以摘的時候比較費工 它是一顆一顆 這是它的第二代 剛剛那個是第一代 這是它兒子 至少要種七八年才會結果 要有耐心 你如果說覺得你年紀很大的 今天吃不到 拜託你就買這個 直接會長果子的回去種 每年都會結三到四次的水果 像老樹 剛剛那個老樹 這個 它年初的時候 春節的時候 大概會長四匹水果 一二三四 四次 然後到中秋節以後 大概又會長三次 所以一年可以長七次的果實 它這個果實很好吃 從 轉黑以後 你開始算大概第八天到第九天 最好吃 那時候那個果皮已經撐得很薄 而且果酸都已經變成果糖 又香又甜又好吃 所以不同時間我摘給人家吃 第一天 嘿 摘給你吃 你說 芭樂味 第二天摘給人家說 咦 芭樂味 第三個 乃姬的味 第四個 他說山竹 山竹 很多人說山竹的味道 也有說百香果 大概有六種口味 不同時期摘不同的口味 這顆很奇怪 為什麼這個 高度以下都不見了 本來都 長眼都果實啊 結果吃起來偷吃了 你知道嗎 是我養的一隻 印尼伊中國 因為我每天 要餵它飼料的時候 會把它解開 讓它去跑一跑 然後大概兩三分鐘 它就回來吃飼料 結果我那天就跟蹤它 它跑進來 哇 原來跑來吃我的樹葡萄 結果那一次懷孕 肚子好大耶 它這個一點一點 不是它吃樹葡萄才長出來的喔 本來就有 不要誤會 結果它懷孕 生了幾隻你們知道嗎 你猜看看 八隻喔 十二隻喔 不只 生十六隻 生喔 我就 找一個盆子來裝 算跟它 算幾隻嘛 一 二 三 我這樣抓過來 從它這邊又給我咬回去 所以算了半個小時 算不出來 要算到第十六隻喔 它又給我抓回去了 到底是吃幾隻 所以我只好趁它累了 睡覺的時候算 哇 十六隻 可惜有三隻被它壓死了 因為 它到處要躺 這邊也不是躺 那邊也不是 有三隻被它躺 壓死掉了 好 這個也破紀錄了 這個 印度的一個婦女 生了十一隻啊 不 十一胎啊 哇 這個肚子好大喔 好 來 我們算看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真的十一胎 好厲害喔 但是我不知道它有沒有吃樹葡萄 還有 還有 那個 如果有 那個 不印證的 可以試試看樹葡萄 但是 建議你量 就是 不要吃太多啊 不然一次給我 生 生了那麼多喔 你要叫我幫你 幫你照顧我 沒辦法 你要稍微摺一下喔 啊 攤到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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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攤到了 高沙族說 聽說秘書長說 剩一個會補出一百萬耶 哇 這一千一百萬了耶 那我樹葡萄要提高售價了 這個三月櫻 我又另外一個名字給它取 平地櫻花 這個 每一朵花都像蘭花喔 這個在我屏東潮州地區 開得很漂亮 很茂盛 那以前我也很喜歡櫻花 所以我會到陽明山或者是彰化田圓去買 那個 已經在開花了 大概有 這麼粗的 結果 第一年還開一點點 明年再剩開一半 後年大概就熱死了 因為它怕熱 櫻花 它要 以前我們都很多樹在南部中 不會過冬 就是都會變冷死 所以那個櫻花來到我們 以前屏東是被熱死的 不能越下 它沒有辦法越過這個夏天 在夏天就被熱死 那這個櫻花 哇 很好耶 開得很多耶 而且它一枝 你們不要看它這個耶 這個一枝長長的 是從 差不多這邊到牆壁 差不多一丈多耶 很壯觀耶 這個就種錯品種了 得病了 你看 花只有開一點點 這個 已經快要結束了 新的牙已經要出來 它也很可愛 就是冬天的時候 通通葉子掉光 跟櫻花一樣 葉子掉光 然後春天一來 大概 從元宵 花包開始出來 一直到 清明節 不快 五十天 很 花期很長 它是五個花瓣 有一個 翹的那個 有點像蘭花 所以我稱它說 朵朵式蘭花 你知道到現場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哇 這個真的很壯觀 而且它花一開始卸 很快 大概一個月就又長得這麼茂密 到夏天又可以遮蔭 所以是一個很好的觀賞的 那個花木 你看它快要卸的時候 會變得比較白 它本來是粉紅色的花包 然後越開越白 越開越白 就 這個是已經 中開了 開到一半了 這個是國外的實力 國外這個品種 就比較紅 它這個 因為我那個大概只有種 八九年 那如果再給我八九年 我應該也可以開得這麼茂盛 OK 好 要來介紹那個黃金狗 黃金狗是因為它的果皮是黃色的 而且是亮面的 那個太陽一照射的地方會發亮 所以台語給它黃金狗 黃金狗 那這個 這一顆 是從她 她的母 她媽媽那一顆 大概三四年前 就有像 電線乾那麼粗 那一年估計 它長了大概2500顆 的果實 所以它很多產 這些 你看這個果實一長出來 這些枝條都 往下垂 很多產 你只要種一顆 種到大概這麼大 大腿粗 你一家人就吃不完 你就要送給親戚朋友 而且它 它的果皮 你用原子筆給它寫字 大概兩分鐘以後 它會氧化 那個字就浮現出來 那你可以 跟那個素葡萄裝在一起 綁成一個 小禮物 送給男朋友或女朋友 全我們這個都不好 不用送 OK 這大腿粗 這個一顆 大概一斤 重 很大顆 你看比那個香菸盒還要大 剛剛那個是 比較老的品種 它是大概三顆一斤 或者四顆一斤 但是 吃起來 那個小顆的 比較有風味 這個 吃起來 爛爛 好 我最喜歡介紹這個水果 就叫做紅龍果 全世界最好種的水果兩種 我都有種過 我自己的評斷 就是素葡萄 素葡萄我種了30年 沒有噴農藥 30年前也是無心插柳柳成蔭 沒想到素葡萄會流行 那紅龍果是 最好種 為什麼 第一個 我第一次沒有經驗 去跟他買那個種苗 回來 我大哥給他種反了 頭部在這裡 本來這邊種這樣要發根 他給他種這樣的 他從這裡長根下來 還活 好厲害 所以你要給他種死很困難 要牠種死很困難 而且又多產 所以現在是你做的 一定是有個操場 這兩種野蠻多工 對 他還會讓他 他還會讓他 地上的那個草通通殺光了 但是我的果實非常好吃 而且我都沒有噴農藥 我會噴是什麼狀況下 就是說它真的長的那個 那個叫咸豐草 長得太高了 影響我的功能走路 那我會噴一點點 讓那個草暈掉 沒有死掉 你不要給它噴死掉 不要濃度加的像它標準的指示 我都減半用 然後噴了以後那些草就不會長 也不會死 走路就比較好走 一般都是我功能說 頭髮的你不要撞撞 我們很怕怕有這麼拔刀 我會刺到 你如果把我摺進去 它會刺到 我相信不適合 你看所有的水果 有幾樣是一年生11次的 可能到中部生10次 或者到北部可能剩下9次 為什麼 因為紅龍狗喜歡熱 那在屏東地區一年生11次 你看我們的芒果一年一次 荔枝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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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很多人問我說 潘先生 請問現在要種什麼水果才會有錢賺 我說你先種紅龍狗看看 因為它一年可以收11次 你這個一年收11次 你都不能賺錢的話 其他的水果都不要種了 對不對 你算了你如果處理不好 荔枝都掉下去 荔枝太多了 荔枝太多了 荔枝噴得不好 那個湯枝的 什麼的 所以紅龍狗是應該風險比較低 而且它不怕颱風 以我那個支架的做法 我這個是通過莫拉克風災的考驗 那個結了果實還是在樹上 也不會掉喔 颱風來它跟著這樣晃 大家一起晃 這沒有狀壞 而且那次風災以後 那次的果實 那個花開的時候 下袋把那個花粉都洗掉 所以那次的花 那個果實就結得很少 本來我們都是大概 10月底11月 就沒有果實了 就是要等明年了 它到11月中 還有一批讓我摘 有在想這個水果真可愛 它說我一年要生多少 就是要生多少給你 那意思 你看有沒有可愛 雖然被台風被雨水打過 沒有 那次沒有結成 它移到 等於是第12批花 它又開花又結果 哇 這麼可愛不中可惜 沒種會痛苦對不對 所以我很喜歡介紹這個水果 而且又不用農藥 它有果蠅的問題沒有錯 現在台灣最麻煩的 就是東方果實飲 你如果沒有用 套子 紙袋去套 果蠅就來釘 一釘裡面 那個又 那個蟲卵 腐化 就變成蟲 都市人 一切開看到蟲 就整顆給你丟掉了 就挖挖叫 然後到那個水果灘來跟你理論 但是我的果實都長得很醜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噴農藥 那個 果蠅我用抓的 用那個姓費洛蒙 去把功德都引用來那邊 把它抓起來 那母的去釘 這個都是母的會去釘 那釘了以後 那個表皮會結痂 一粒一粒 像蟲子頂我們的腳 紅豆邊一粒一粒 不好看 可是 我還是拿去買 因為 我太太她開服飾店 她是 因為吃我的果實 都是吃好到時候 一直包一直包 所以我的果實 沒有再送到果菜市場 沒有 就是客人要先到我太太那邊登記 我她要50斤 她要30斤這樣登記 那我 這個紅龍果她也是這樣 她這一批花 大花的話 可能說 可以生產1000公斤 但是下一批花她會就減少 只有剩六成 只有600公斤這樣子 一大一小一大一小 她可能要 她自身要調節一下 休息一下 所以 都會隔一批花會比較少 隔一批花是比較多 好 那妳如果登記50斤 可是我那次 是小花的話 那我可能只能減半供應給妳 因為都是供不應求 因為我那個風味特別好 很多人買不到我的貨 跑到其他的市場去買 也都買不到妳這個風味 好 所以 第一個妳種這個東西 妳要會施肥 會水分調整 最好是要做一個自動灌溉 那個花也可以吃 這個花妳把它切下來 切碎 煮蛋花湯 自然痕痕 它有天然的膠質非常多 這個就是直壘 旁邊這些都是熊壘 這個花粉如果掉到這個裡面 OK 長出來都很大 如果下大雨把這個花粉都洗掉了 就 就 解不出果實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品種 它是沒有刺的 你注意看 它這個都沒有刺 本來凹陷的地方都有刺 看 吉他看有嗎 你注意看 這個都有很多刺有沒有 刺掉掉 這個是另外一個品種 沒有刺的 但是這個風味就沒有那麼好 OK 像我的果子都會長這樣子 這個表皮受損 這個被小鳥或者是老鼠吃的 你看這個被 蝸牛吃到這樣體乎完乎 那這個 除非吃到像這樣我就沒有拿去賣 如果只有表皮這樣子 我還是拿去賣 所以 有 有那個顧客跟我太太反應說 喔 妳人家種的果實有比較難看的 我說 我太太就跟我反應 我說妳去跟他說 下次來妳跟他說 妳要漂亮的可以 我叫我先生有另外一排 來噴農藥 那一排會長得很漂亮 來賣妳 她一聽到農藥都 不要不要不要 就照這樣就好 OK 我們南部 我如果也流行漁酒 喔 台北人 台北市的人 身體也很好 我這個菜 她要把家裡長 她也吃了 有沒有 農民都自己 所以 有一股自己要吃的 都沒有家裡 所以 我們也要改變我們 對農業 的支持的方式 妳不要一直去跟菜販說 妳這個這麼多蟲洞 這個我不買 好 妳不買有蟲洞了 那個菜販就要求農夫 妳不可以給我用 上午那個 藏架的 有空的 農民 藥就噴多一點 那個蟲洞都死掉 殘留了 拿到果菜市場裡去吃 吃完再去住院 那我們要不要改變觀念 不要 就是要看到 喔 這個好 這個有蟲敢吃 這個沒有毒 如果有毒那個蟲牛 不敢來吃 知道嗎 這被吃的體無彎乎 但是我稱他們這些蟲牛 是我的 農藥殘留檢驗師 對不對 這樣妳要吃怎麼樣 吃蟲 要吃這種 還是要 當然看像這個比較漂亮 這個可以賣得比較高 當然這個 但是我那邊沒有 我那邊是 隨我自己裝 我就這個也裝 這個也裝 都裝在一起 反正 五斤 兩百塊 我均一價 從第一批花的果實 到第十一批花的果實 我都均一價 因為我不要跟著市場 要起起伏 跟客人在那邊 討價還價 我就均一價 從開春到結束 通通四十塊 外面在八十塊 九十塊一斤 我不管 你去跟他買 你如果吃的話 你買 買九十塊 回來 買了 吃了 就來我那邊 塑 那邊 要整齊 還比在這裡更快吃 說對 我是更快看而已 我是民生的 比較黑而已 不然我的果實 都是良心食品 有人吃了我的書夫頭 阿嬤 拿回去 給他們孫吃 現在雞工又炒賣 叫他們阿嬤去買 他們阿嬤 整個高雄區 蔡市長都找不到 好 好 後來買紅龍果 要買這種的嗎 不一定 你如果覺得口皮 你吃的就好了 OK 來介紹羅庚美 這個是一個景觀植物 它是 只要出新葉子 都是紅色的 所以七八月份的時候 它 雨下越大 它長得越茂盛 越紅 他的朋友 帶他的朋友 來參觀我的果園的時候 欸 潘先生 你的楓葉怎麼七八月再紅 我說你看清楚 我這個不是楓葉 好 這 對比啦 你看其他的都是這種顏色 它就這樣紅紅的 OK 所以不錯 這是冬天它也是葉子會掉 然後春天的時候 一長新芽 哇 通通是紅的 又很漂亮 好 紅花蜂檸木 這個也很漂亮 但是它這個缺點就是花期很短 開花大概第七天以後 它就開始卸 開始掉 十天以後就掉光光了 真的是像彈花一線很短 OK 這張是我送這個朋友的 好 那我們要怎麼種 一種優質的水果有哪三要件 第一個 第一個 優良的品種 品種最重要 因為像我那個 紅龍狗 我第一次去跟人家買 每一個人都跟我說它的種苗是最好的 我就給它買幾百顆 結果一中買了八個品種 結果那個八個品種 其中有一個品種叫做尊龍 最貴的 它大概一匙二 就要250塊喔 一秒 大概11年前的時候 然後我想說 喔250 那我跟妳買400支支條 正好10萬 他說不賣我耶 條件很嚴格 真囂張耶 他說我們門檻起跳就是500支 要12萬五 沒辦法也要買 結果買回來 同樣的種植方式 同樣的管理方式 同樣的思維管理 它的種出來的最難吃 而且有一個要命的地方就是 我跟它買一個品種叫尊龍 結果種出來的水果變成五個樣式 有的是圓的 有的是長的 等各位 然後有的那個鈴片是彎回來的 然後有的粉 外表是粉紅色的 有的外表是 那個珠紅色 暗紅色的 我那時候第一次種 第一次 春天的時候開始 大概六月份開始收成 我那時候還沒有管到嘛 我太太那邊還沒有管到 我就把這個送去市場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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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樂說 你這是什麼品種 我說這個尊龍 一種而已 他把我找 那一斤好像賣了 那個賣15塊而已 我另外 那個是紅肉的 另外一個白肉品種 那個品種是對的 那一斤他給我收35塊 那一斤我肯定很漂亮 因為那個品種是對的 然後後來我才又買到 那八個品種後來都通通被我淘汰掉 我就買到一個新的品種 就是我剛剛介紹那個新品種 那個叫地龍 那個風味就很好吃 所以你一定要選對品種 第二個思維管理 那麼 像以紅龍果來當例子 你到十一月份 最後一批果子 採收完以後 你就要第一個 你要有自動管理的話 你就水分要加多一點 然後 那個肥料 蛋鱗甲這個三藥樹的蛋要提高 鱗甲要少一點 讓它枝條趕快恢復 重新長新的枝條 然後一直到明年的四五月份 花要來之前的兩個月 你那個蛋肥就要降低 反過來鱗甲肥要增加 這樣可以促進它開花結果 而且果實也會比較結實 也比較 甜度會比較高 那水分的管理就是 你在 紅龍果在 開春的時候 大概三月份 你就開始要 控制水分 減少水分 控...因為你如果水分一直給它 它會一直長枝條 然後那個枝條你要 大概垂下來以後 再離地 一尺到一尺半的地方 要把它控制砍斷 那水分一減少 那個枝條不要讓它去土長的話 控制住以後它會 那個枝條會成熟 那成熟就會 花就容易來 就會促進它開花 當然就從那時候開始 我們就是 蛋肥盡量就不要再用了 就大部分都用鱗甲就好 那個蛋肥從 空中下雨的時候 蛋肥就很夠了 很多 那個水果 像蓮布 它最怕說水分太多 會裂果 而且會有時候甚至掉果 水分你要控制好 所以你這個 旁邊的排水勾起 要做好 OK 這簡單的講這樣 好 那橋木 有很多大的樹木 有時候我們要開路 或者要蓋房子 那棵樹很漂亮 我們不要把它毀壞掉 我們用移植的方式 先把它斷根 像這樣傳統的 周圍通通斷根 你旁邊要用竹子把它架住 不然風一吹就倒掉 因為沒有根支撐 好 這個大概斷根 大概一個月以後 春天斷根一個月就可以移植 但是夏天盡量不要移植 夏天存落率比較低 比較低 像樹葡萄 斷根就 淺淺的斷根就夠了 因為樹葡萄還很好移植 那櫻花 三月櫻 你要斷根 你要留一根在外面 讓它像吸管一樣在外面喝水 因為它的葉子非常多 非常茂盛 它吸水率很高 你如果要光靠這個小小的土球 大概半天就被它吸乾掉了 剩下的時間它就在枯萎的狀態 這樣對樹不好 這個最好你挖開以後 旁邊有一個自動灌溉的滴灌系統 類似以色列那個滴灌系統 要供應這個土球的水分 要不然這 樹葡萄也是很會喝水 一天就把 你澆了水把它澆得很濕 但是一天就把你吸光了 乾掉了 像這個白白就已經在乾了 像這個暗暗的 這個就表示潮濕的泥土 這個白白就表示乾的泥土 你看這個有滴灌滴下來 這個地方有點黑黑的 就是有水分的地方 最好還是要有灌溉設施 你才不用每天去澆它水 你用定時器 或者用電腦的定時器來定時 叫它適度的水分 像這個一樣 如果你這個土 土壤本身是比較沙子的昂土的 刷刷的 那個土球不會黏在一起 那你剛開挖好馬上要 在它的旁邊 用膠帶把它封住 保護它不要破裂 因為這個土球如果破裂 它的存貨率就降低很多 像這個已經挖好了 連底下的根都斬斷了 然後用這個膠膜把它封住 這樣吊車來吊的時候 土球都不會碎裂 這樣存貨率就會很高 像這個另外一個包裝方式 就不是用膠帶 是用網子把它網起來 OK 好 那像這個櫻花 我是第一次種 也是第一次賣 那來跟我買的人 也是同行 他也擔心說 這個不曉得好不好移植 所以他要求我 這樣挖好以後 把那個包裝包好以後 然後把這個土再 蓋回去 等 你看這個土都蓋回去以後 等新的芽長出來以後 他認為它活了 他才會請吊車來把它吊走 OK 這也是一樣 他這個 準備要外銷的 外銷 你連這個 本來很開闊 這個要把它收邊 包裝 弄小一點 這樣一個貨櫃才可以多裝一點 好 來簡單介紹那個自動灌溉 這個是傳統的類比式 24小時定時器的控制 這個每撥一格 就是噴15分鐘 你撥兩格就是噴半個小時 OK 好 那有時候小苗的話 他水喝的很少 你一次撥一格的話 15分鐘 對他來講 會造成水災 對小苗來講水太多 所以我們還要再用一個分流器 這個就可以從1分鐘到35分鐘 這樣 10 20 30 反正這個 你可以像我這個定在這個地方 就是噴7分鐘 5跟10之間的7分鐘 就只噴7分鐘 OK 也可以調更小 調1分鐘 反正這個1到30分鐘都可以調 OK 這個也是列比式的 好 這個就微電腦控制的 這是 這是以色列的 但是 我比較喜歡介紹這個 這個是美國的 這個 很好調整就是 一個禮拜你哪一天要噴 禮拜一要噴你就控制 禮拜一噴 禮拜四噴就 禮拜四噴 OK 然後 然後它可以分6個區 123456 你如果有6分地 你每一分地分一個區 控制 第一區你要噴5分鐘 第二區要噴10分鐘都可以控制 第三區要噴3分鐘也可以 可以個別調整 而且一天可以噴123 3次 你要早上噴 下午噴 不要中午噴 因為下午那個水管 你如果暴露在陽光下 那個出來的水是熱水 很燙 尤其像這種夏天 出來的水熱到 差不多六七十度 可以把你的樹的樹根都燙死掉了 好 你可以就是 早上噴 下午噴 半夜噴 OK 好 然後 這個是控制定時 然後 這邊還有一個控制的 你可以 每天噴 或者是兩天噴一次 或者三天噴一次 或者五天噴一次 這裡都可以很好調整 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好 這是噴頭 這個叫做微噴頭 這個是中型噴頭 這個就比較大一點了 這個噴灑的直徑只有60公分 一邊一竅 一邊一竅 大概只有這樣子 60公分 這是 像出葡萄這一類的那個 這個 比較屬於 灌木類的 矮灌木類 那這個是中型的樹木可以用 這個噴的直徑就有6公尺 一邊三米 差不多一斤 一斤 那麼 這幾個就是 都是直徑噴灑直徑大概15米 15米 大概一邊7.5米 所以這邊噴到那個牆壁 這邊噴到那個牆壁 這樣一圈 但是原來 這個東西 噴的時候 我們有 台灣昆蟲很多 這個是以色列設計的 台灣昆蟲很多 以色列他們 這就是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就是 這個在噴的時候 它有齒輪帶動 在動的時候 我們台灣有一種蜘蛛 它認為這是一個東西 可以抓來吃 所以等它電腦說停 停了以後 沒有在噴水了 不動的時候 那個蜘蛛就爬來 用蜘蛛網就把它 包起來 繞住 等明天電腦說 開始噴 哇 它不會噴了 它只噴兩個 它是兩個噴 噴柱嘛 在旋轉 結果 那兩個噴柱已經不會動了 只有噴 固定兩個地方 這兩個地方都水災 其他都旱災 所以 我們這邊就跟它反映 然後它就設計這個防蟲罩 就是它要噴的時候會跳出來 噴噴噴噴 噴完電腦說停 它就收回去蓋 收回去蓋起來 所以蟲就 對它沒辦法 OK 好 如果我們對舊的品種不滿意 有新的品種出來 那我們就要去嫁接 把它更新品種 就像芒果 偷蒜 蒜那麼小顆 好 來吃 吃你的金黃 一次蒜就這樣四五斤 你如果要吃大顆的 你就要接金黃 接大顆 你不要 蒸透 什麼 要灌背 要灌給金黃 那麼大顆困難了 改良接新的品種更快 我們要接就要有這些工具 這些是石辣椒木 這是電器膠布 這是切接刀 這是三用的就是 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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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工刀 這是切仔 要來接的 那這也是在切仔 好 這就是 如果你先接好後 石辣椒木把它鋪起來 就不用再做其他的動作 它主人 這個鴉點 它的突破 它會突破 這個石辣椒木 它是 防水透氣 所以 那個 鴉點 可以突破這個 椒木 你看 接點只有一瓶而已 就一瓶加毛 現在我把它淘汰 要給你們看 它的接觸點只有這薄薄的 這個差不多比筷比較大 比筷子大一點而已 這個就是大狗的品種的黃金狗 剛剛那個一顆一斤的那種 荷刀這是我三顆 還是四顆一斤的那種品種 把它改良過 那麼這個是芒果樹 原來它是種在地上 那麼你如果光是用石辣椒木 這個就是黑黑的石辣椒木 是經過太陽曬過時間一拉長 它會變黑色 但是它石辣椒木的抗拉性比較不足 像這個芒果樹它的葉子 它再長的土長很快 它一接過以後送兩份給它 地上吸了很多氧物一供應 很快就長一串兩串 就變很長 有重量會拉斷 所以我們要用電氣膠布 再把它加強保護起來 才不會裂開 大概過了三個月以後 它完全預留OK以後 要用美工刀把那個電氣膠布切開 不然它會被束縛住 OK 好 OK 那麼我們如果剛開始接 技術如果不好的話 你最好一個點接兩個 你看這個沒有成功 但是這個成功了 也代表成功 OK 然後它原來的老品種這個地方 又長了新的土長汁 這個要把它去除掉 把所有的養分都讓它這邊送上去 你這個如果不去除掉 這個有時候會被它追過去 因為養分送到這邊先被它吃掉了 OK 好 這是我那邊的圓景 正好在屏東那個南北大五山 山下這個屏東平原的中 大概中心點 潮州地區 這個你看櫻花林裡面 裡面跟外面在太陽底下差差不多五度 所以它可以遮陰是很好的 很茂密 好 病蟲害跟風災 你看像這個我本來接枝接好了 這芒果樹最新的品種 它有一種蛀心蟲來把那個樹幹都蛀壞掉 因為我很少它噴藥 所以那邊蟲很多 你看這個蛀心蟲都把新的 長出來的芽通通蛀掉了 好 像這個金布蕾 這個芽通通蛀 三十幾年前 台灣人聽說 喔 法國的那個芽通通蛀很好吃 這個金布蕾長得又有點像 就偷進口進來 偷運進來 沒有被海關查到 結果台灣人的嘴巴很刁 吃不下 然後賣不出去就到處亂丟 結果農政單位一年要 那時候要花十幾億來做這個房子 因為這每一棵母的福塑樓 它一年可以生產這個卵 大概八千個 所以氾濫的很厲害 這就是我們海關沒有把關把好 好 這是前年那個日本311大地震的時候 那個福島發生核災 那美國就撤僑 那時候 就撤到我們台灣的 從桃園機場進來 那美國的AIT在前一天就發布 在網路發布 停止所有的美國簽證 AIT的辦事處的人員都到機場來 他們自己設海關 自己來查驗他們的國民的證照 讓他們通關 然後中華民國的海關靠邊站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 美國對台灣擁有管轄自履權 只是他把管轄自履權暫時委託 中華民國流氓政權在管轄 美國才是真正的老大哥 我們會懷疑為什麼 美國不撤回他們的關島 最近的關島或者是夏威夷 怎麼撤到這裡 原來台灣是美軍的佔領地 所以他隨時要回來都可以 因為海關是代表一個 國家主權行使的象徵 那麼你要進到一個國家 你一定要得到當地國的簽證 那為什麼美國都不用 他直接就自己設海關 表示美國才是真正中華民國的老闆 那像這個是被鑄鑄鑄鑄鑄的 這個很小 那鑄大概只有 螞蟻那麼大一隻 它可以把一棵大樹鑄死掉 那這個就比較大隻的那個 天牛的幼蟲 這個天牛 它跟新典天牛的幼蟲長得一模一樣 但是品種不一樣 它是綠色的 那新典天牛它是 背部是黑色白點 你看他們都一 成蟲出來就把這些樹幹吃 環狀把它吃掉 上面就乾 水送不上去上面就死掉了 那這個是青蟲 青蟲 它是專門吃葉綠樹 把葉綠樹都吃光 就枯萎了 那這個也是青蟲 我自己也想種那個隔壘材 有機的高麗菜 結果我每天都要去抓蟲 有一天 有兩天比較忙 沒去抓 再回來 吃得迷迷麻麻 就是他們 這是兇手 再過一個禮拜去 葉子都沒有啦 吃光了 我被打敗了 宣佈投降 那現在我的那個隔壘材 還是在菜市場買 但是這個就成功了 這個非常好 人家送我的一些 只有幾根那個小枝條 一種 長得我一個小山丘都是 吃不完 他們說那個日本的黑鍋 我是沒有去求證它是什麼植物 非常好吃 很嫩 我都摘它的上面四個葉子 煮麵的時候加上去 非常好吃 你看這個蟲 也有保護色 如果它停在這根竹子上面 根本看不到 停在樹枯桃上面還有對比色 你如果說這隻是停在這裡 就很難發現 這個就是把剛剛那個樹 蛀掉的一種蛀心蟲 這個也是 你看有這麼小的天牛 你們看過嗎 就是在我那邊發現的 非常小 這是我的所長 這麼小一隻的 可以把 你看把蛀的這樣子 還好我發現了 趕快把蛀蝦 我自己當樹醫生 就真的把這根蛀救活了 這顆是 活得很好 如果沒有發現的話 就會像剛剛那樣 被它蛀到整顆枯石 這個是什麼 有沒有 這個叫雞鴻春巷 這個他們可能是在開會 這個是主席 說明天要吃哪一顆 散會 講好了 明天要去吃哪一顆 OK 這個樹葡萄 都被小鳥吃光了 只剩下皮 因為我都沒有噴藥 非常好吃啊 不是只有人愛吃啊 狗也愛吃啊 小鳥也愛吃啊 老鼠也愛吃啊 以前 蘇葡萄 好不容易有 果實可以採收 都被老鼠 小鳥吃 尤其那個白頭翁 最欺那個白頭翁 為什麼 好不容易才長的果實 都被牠吃 所以我後來就去買那個網子 人家補一那個網 那個網目大概這麼大 我想說那個白頭翁 翅膀剛那麼開 它飛不進去 花了一萬多塊買網子 我請三個工人 花了兩天把它蓋好了 發現小鳥還是跑進去 我說好 那時候 二十年前 那時候還沒有什麼野生動物保護 那我有買一支BV槍在趕鳥 我就說你死定了 你被我困在裡面 我就跑過去 它不方不忙 看我槍舉起來 它不方不忙 把那翅膀這樣一拍 就像那個充電炮 就從那個洞這樣衝出去 哇 我就說我又被打敗了 那個 那我就想說 它是怎麼進去的 結果我就注意觀察 原來它是飛來停在網上 然後翅膀收起來 像吊單槓一樣的 吊進去 我這樣不求 這個沒有效 從來 就再去買比較小的網目 比較小的 那一次它就進不去了 可是 之前 我為什麼會說 我一定要用網子把它網起來 就是有一次我在睡午覺的時候 聽到外面那個白瞳 他們都會講 巧克力 巧克力 有沒有 他們的叫聲都 巧克力 巧克力 可是那一隻 他是講台語 他說 巧克力 他說他吃一整天 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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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麼辛辛苦苦 中了 初步的 他在那邊吃到 還會 那還有另外一隻 他會 算數 他說他吃六顆 這個 十一顆 這個十一顆 喔 他說他吃六顆 去 那個女孩都睡不著了 這個也是被小鳥吃掉 那是無花果 好 來看那個風災 這是被摩拉克風在吹斷的 我原來聽說我摩拉克很大 我要 這個Y字型一定會被拉裂開 所以我這邊綁起來不要拉裂 結果他從這裡把我折斷 這個叫做人算不如天算 這是像打保齡球 全倒 這個樹沒有被吹倒 那葉子也通通被吹光了 連隔壁的椰子樹也 也吹倒 你看那個多大 椰子樹會吹倒 那都是特級大的颱風 你看 他倒到我這邊來 這個有果實 這個侵犯我的領空 就把他逮捕 然後 我去搬一顆 我去搬一顆 然後 我去搬一顆再吃 真的很老 非常新鮮 非常好吃 這個都是風災 非常嚴重 那個水淨之災 所有的植物都不耐水淨 它的根都不耐水淨 所以你看 這些 玉鼠鼠 環背 都開始要開花結果的時候 哇 下大雨 正好那個排水不涼 三天他就 開始枯萎 大概一個禮拜 根爛掉就倒下去了 這個也是 這個地下 我們屏東那個地方 地下水非常豐富 那個怪手一挖 大概一公尺深 三串青 就冒水了 那個樹木就是 它的根長得太下去 淹到水 死掉了 那個根都爛掉了 這個就人厚了 你看 都市裡面很多 用水泥 把地都封住 像這個樹還夠強壯 還可以把它 撐起來 然後 以後下雨的時候 雨水還可以從這邊進去 但是 如果有一些 像這邊 不夠強的話 或者它水泥 強度很強 強到它的那個 推擠力的時候 通通被封死以後 水進不去 空氣進不去 這棵樹一定會死掉 所以我看到很多 撲 那些 把樹的樹根 通通 鋪滿 我看得都非常生氣 好 看野趣 這個花是什麼花 你知道嗎 樹西瓜的花 有樹葡萄 就有樹西瓜 嗯 怎麼不動 怎麼不動 哈囉 用手動的看可以嗎 還是說肚子餓要吃飯了 有 好 這個叫樹西瓜 這個叫做 炮彈連霧 好 長長長的像炮彈 好 這個叫做荷包 我這張荷包 這麼大張 生一顆 你們不要笑 這是有機的 因為我沒有噴農藥 我這一顆我摘下來吃 捨不得一口就把它吃掉 慢慢品嘗 哇 這是 整顆所有的養分 都灌在這裡 你看這能量多強 這個就讓我想到 我以前在我那個陽台 種一個辣椒 一盆辣椒 花開很多 哇 只有結一顆 我想說 嗯 差不多成熟 還綠綠的喔 有一天我想說 我至少不知道煮什麼東西 要不來配個辣椒 切切 到底會不會辣 試一下 一沾一下 不得了 恐怕是我 這一輩子 吃到最辣的 好像著火啦 得會啊 馬上冰箱打開 那個冰塊 一直含 含了半個小時 才退下去 所以你看 不要小看這一顆 能量很強啊 如果你 都不噴農藥 可以長得比我更多 那我就拜你當師父 好 好 這個 這個香蕉 太恐怖了 從這樣長長長長 長到這裡還在開花 還繼續開花 這個是我從網路抓下來的 不是我種的 我沒那麼厚 恐怖 好 這個 這個 雨傘節 這個非常毒 它是走神經毒 你如果被牠咬到 你會想睡覺 一睡著就起不來了 就再見了 那我就早 我早就知道 我早晚碰到牠 這是我的公寮 我在裡面睡午覺 我就是在外面放了這個 黏板 還好我把它黏住 要不然我今天可能沒有站在這裡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微電腦控制 奇怪我要打開調整 有一隻蛇卡在這裡 我說奇怪怎麼打不開 後來才注意看才看到 本來我站高高的看不到它 那怎麼打不開一看 我夭壽直接打在這裡 還好這隻是沒有毒的 這一隻蛇也是很長 我拉這麼高 它還有一兩尺在地上 還有 這是蛇皮 不是真的蛇 它脫皮 我都 這隻真的有夠大 到底有多大 我拉高起來 叫我大哥幫我拍照這樣 OK 這是蜂巢 這是二號大黃蜂 牠的窩都像朵粒一樣 這樣 這個是我自己把它摘下來 那個被牠叮到也是很痛 很大隻 你看牠像朵粒一樣 牠的窩 這個 看不太到 其實在這裡 這是虎頭翁的窩 火草蜂 我在那邊進進出出 一兩個月牠都沒有叮我 好可知道 後來我看到 怎麼好像有一隻小 這麼大隻的小鳥 那個鳥躲在裡面 我從來看到一隻虎頭翁飛出來 我今天起床我肥 趕快慢慢離開 他都沒有叮我 還好 然後我打電話給消防局 消防局就拍 兩個年輕人開了 消防車就來了 報案的時候我就說 火草蜂 他們兩個年輕小伙子下來 你們這裡有可能有火草蜂 一定是大黃蜂而已 來在那裡來看看 我就帶他們去看 在這裡 就剛剛那個 他們兩個一看 兩個 就 繞跑了 趕快跑回那個消防車 說是在找怎麼樣 那個頂死人 我說我不是說火草蜂 你們說不是 就在消防車旁邊就抓頭 潘先生 不好意思 我看 我明天再來 為什麼 現在把它處理 我們沒有帶裝備來 你看我聽著就火草蜂 我報案跟你說是虎頭蜂 按你們那麼輕敵 來了又不帶防護衣 他就說好啦 既然沒有帶 就只好放他們回去 隔天他打電話給我 潘先生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有侵入 我今天不能去 我更火大 不用來了 不用來 我自己處理 然後我就 帝哥倒菜 我在之前 他前面就裝一個三腳架 帝哥架著 就用瞄著 吐 吐一個 那個蜜蜂就 跑出來 我就跑給他追 有一隻 還離我差不多一公尺 沒有被他叮到 很刺激 很過癮 早上吐一個 就等下午再吐一個 也沒有吐 沒有弄下來 到隔天 第三次 才被我弄下來 一弄下來 那些虎頭蜂 飛飛飛飛 就飛走了 然後我就去把它撿過來看 叫做黃腰虎頭蜂 它腰是黃色的 你看它是黃腰虎頭蜂 這個虎頭像這個豹子有豹 它外面的冷氣窗外面有虎頭 結果那個小女生去把窗戶打開 驚動 飛進來 把一個桌睡著她的 好像她堂妹 她來照顧她的 被釘死了 好 那我那邊因為沒有噴農藥 所以生態比較豐富 有這種變色龍 還有吃 吃炸蟲 昆蟲 還有 頭像蒼蠅 那個像蝴蝶的翅膀 可是身體又像鵝 這不知道什麼東西 如果有昆蟲科的 看能不能分辨一下 是什麼東東 我那邊有很多那個 斑鳩的窩 現在很多白鹿絲 夜鹿都會在我那邊過夜 竹草 這個是鵬老鳥 這一隻現在聽說行金大概八千塊 為什麼 因為恆春那邊有農民的冰箱裡面 被公園警察局查到 裡面冰了十隻鵬老鳥 然後被罰八萬塊 所以這一隻是八千 這是保育類的 不可以吃 我那邊白鹿絲很多 我那邊朝桌有一個跳傘場 就是傘兵的訓練中 那個場地 這是全台灣唯一一個號制 注意傘兵 你有在其他地方有看過這個嗎 應該沒有 這是 就我們那邊才有 這真的要注意 我差一點被這個 這個砸到 我車子開過去 它正好就跳在我旁邊 這隻 它要過冬 自己挖個洞 把自己要蓋起來 它還沒有蓋好以前 還沒有圍裝完成的時候 結果就被我看到 我給它拍起來 這隻小狗是我養的母狗生的 結果 母狗被毒死了 它被那個 剛剛那隻大蛇 吃了三分之一 那天早上我去的時候 還沒有吞孕 看到我來了 趕快吐出來 還我 怎麼又不動了 往上 或者往下都可以 好 這棵樹 是我的看板樹 看板樹 就是我最大棵最漂亮 開花 那時候開的最漂亮 然後有一個 那個 電子公司的大老闆來看到 就要跟我買這一棵樹 我說我這一棵樹不再賣的 我要當看板樹 然後他就沉濕了大概三秒鐘 他說這樣啦 我車上剛好有四十萬的現金 你這棵賣給我 不夠的話你還可以加 我大概也有思考三秒 我就說好賣你 因為我四十萬我到哪裡去找 這麼好的客戶 我另外那個園子裡面 不是一大片還很多嗎 對不對 那邊我基本上是沒有開放給人家看 要買就是先在這邊跟我談 談好了 所以確定要買 我才去那邊 那邊是四甲多 我這邊只有三分地 只是種一些樣品 所以他說四十萬跟我買 我說 好 所以我給他拍照當紀念 OK 然後 在同樣這個地方再補種一顆 現在也是花開得很漂亮 但是已經兩年多了 還沒有人來買 還沒有第二個好客戶 這個就不曉得是什麼動物 應該是 這不是熊 這不是熊 應該是 高砂的弟兄 幫忙看一下 這個是什麼 滿高的 大概這麼高 這個高度 應該是 他爬上立起來 抓的痕跡 害我那幾天很緊張 都要看看 不知道什麼動動的 來給我 最愛 好 那我們有機農業 是我們以後民政府的目標 以後我們 種了人 也不要噴農藥自己吸 那個 吃的人也不會吃到 有農藥殘留 那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就先講到這裡 以後有問題 我們下課可以繼續討論 謝謝各位 各位好玩請起立 走 請坐 謝謝